好,再來要講解ADI AM580如何鎖機 如何鎖機 因為有時候我們頻率已經調整好了 那其實我們可能是工作上使用 或者是我們可能就是固定使用這一個頻道 那我們可能就不需要說 常常去調整來調整去又擔心說不小心按到 好,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考慮把機器鎖起來 好,這樣子就不會誤觸 我看我現在可以隨意的調整頻道 好,那鎖機的方式很簡單 右上這顆SET按鍵 右上這顆SET按鍵 我們按一下 那用這個頻率旋鈕 選擇選單21 選單21 LOCK LOCK 選單21 LOCK 選擇好之後呢 CH 按一下 選擇OFF 跟ON 好,可以用旋鈕去調整 OFF或ON ON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有出現一個小小的鑰匙 有沒有看到嗎 小小的鑰匙 好,那OFF就沒有 那 我們現在先把機器鎖起來 選擇ON 確定之後 先去按一下 SET 按一下退出選單 這時候你要去調整頻道 看一下 完全不會動了 因為它鎖起來了 這樣子就不會按錯 也不會去跳到其他的頻道 都沒辦法了 完全鎖起來了 那這時候要怎麼解開呢 解開的方式也很簡單 SET 按一下 選單21 CH 按一下 調整旋鈕 選擇OFF 選擇OFF 確定 SET 退出選單 這個時候 那個鑰匙不見了 你就可以隨意調整 你要的頻道 鑰匙不見就可以隨意調整 你要的頻道 這就是 ADI AM580 如何鎖機 跟解開 的方式 謝謝